輪到大家都很關心的車路士主場對曼聯的比賽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一個相同的問題 為什麼車路士用兩個進攻點都贏到曼聯呢? 我賽前的預測就說摩連盧最希望車路士就是出兩個進攻點 而事實上車路士這場賽事真的只出了兩個進攻點 就是夏薩特、摩拉達 中場就巴卡約高、法比加斯、簡迪 進攻的銳利度來說 理論上曼聯應該會比車路士好 為什麼又會搞成這樣呢? 上場賽事曼聯之所以比熱刺優勝 是因為他們比熱刺更簡單直接地進肺完結攻勢 但是今天的車路士其實比曼聯好 就是這一點 是更加懂得盡快完結攻勢 比較簡單直接一些 始終車路士在演繹三中堅上面 都是給曼聯熟悉的 六分鐘的時間 這一刻就是曼聯不能夠盡快完結攻勢 華倫西亞上了去 被車路士反手圍攻 過到來就看到馬高斯亞浪素早斬早著 而華倫西亞是不見了人的 這下斬到禁區裡逼到中斯擺烏龍 幸好是因為摩拉達先推人 這個烏龍球才不算數 7分鐘 曼聯這次都叫盡快完結一次的攻勢 不過都是需要有少少迂迴的 右邊轉去左邊才再傳中 起碼都叫在這一刻球員精神飽滿 可以高速傳送 這次車路士的後防 看漏了福仔一次 幸好福仔跳頂時間一般 不過車路士之後失誤就越來越少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曼聯的進攻越來越少 又為什麼呢 而曼聯進攻少了 車路士就會進攻多了 但是車路士的進攻點不足 理論上應該最多都是早斬早著 高空軍炸個人突破 軟射 只要曼聯的後防線是穩固 理論上都不會出問題 但是今天曼聯的後防線又是不穩固 又是為什麼呢 這一連串的問題 其實答案都是兩個字 這麼簡單 就是做運動最重要的東西 體能 對比起熱次的賽事 這次對車路士最大的分別 就是曼聯體能出了一些問題 比賽的進行得越來越後的時間 體能的情況就越來越嚴重 由於曼聯上上落落的速度開始 是隨著時間一直下降下去 所以對手是越來越容易把球送到禁區裡面 亦都增加了 就是條防線的壓力 10分鐘的時間 發比加斯一個過頭攻波 這樣就打了去曼聯的後防線 身後 曼聯這一次明顯 收下去 即是回防速度是不夠的 那對手呢 早斬早著 簡直是搞到 曼聯條防線亂七八糟 人人都是一直回 準備不及去解位 沒有人解到位 就益了巴卡約高 入到禁區裡面有個射門機會 那這球球呢 就射得非常之差的 巴卡約高的射門能力 看來真是很弱 簡直是浪費 如果今天車路士出三個進攻點的話 攻門的是拍到 亦即是說呢 很早階段 車路士就有機會領先這一隊 轉數這麼慢的曼聯了 12分鐘了 還有一次 類似的攻勢 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曼聯的後防線 都是回不去 同樣 射門都是很差的 巴卡約高 浪費了機會 15分鐘了 曼聯的進攻 始終都是比較拖泥大水的 搞了很久才找到 盧卡古自己強硬禁區頂 轉身大力抽射 對手古圖意思呢 表現出色 這次很大手力地撲球出來 完全不會給對手有保重的機會 17分鐘了 這次夏薩達大力把球推向禁區頂 左腳又大力抽射 射得非常之勁 迪基亞幸好頂得順 不過救到也好 都養成了發比加斯 差點可以投除保重的險情 如下下來 上半場的時間都不斷拉腳 除藉著時間的過去 猛亂的控扣 以及進攻的機會 就越來越少了 逐步逐步體現到 體能下降的問題 而車路士的機動性 是完全佔據著優勢 但是進攻的方法都是我之前所說的 明買明買 高空波 早斬早著 遠射這些 上半場都是這樣的 但是萬聯又真是搶不到球回來 完全是因為你跟不上對手的奔跑速度 52分鐘 夏薩特的這一下第一時間 腳背傳送 找到超級連結人 感覺上他好像回來了 這個攻勢都成功 是進入禁區裡面 可惜摩拉達的傳中路線就一般 54分鐘 就是艾斯帕麗古達的 組斬組著傳中球 其實今季他都不斷這樣做 去找禁區裡面的摩拉達 對上一次我記得就是熱切的比賽 同樣是這樣斬入去摩拉達頂球 那次摩拉達同樣都是沒有人標準的 但是頂得非常之差 今次萬聯的防守區域已經調整不到過來 對不下位 輕易被艾斯帕麗古達斬球 也完全被摩拉達空了 今次摩拉達頂得好很多 動作就沒有上次拼得那麼大 反而命中率就高了 相信是有練過一下 有進步要稱讚 很明顯 就是50分鐘開始 體能就出了事 開始看漏了進攻球員 去到61分鐘 完全隱形的MK仔 要退下火線 就輪到馬斯亞的入體 但是另外一個換人的名額 現在就用得非常之具爭議性 沒錯 要加強中場的活力度 體能 選擇用費難尼可以說是正常 但是這個球員看來還沒有比賽的感覺 在自己的後場 兩次都被人搶到過球 被人打過快攻 分別是64分鐘 自己推掉腳 被法比加斯剷走過球 可惜摩拉達頂不射球 74分鐘 又是自己不小心向後推 跌那麼多推掉腳 就被巴卡藥膏搶到過球 幸好巴卡藥膏始終沒什麼進攻力 都是那句了 如果是拍到的話 車路士就拉開了比數 但是選擇用這個爆炸頭 都是多了一份危機感 結果他最大的貢獻 就是去到67分鐘 接應華倫星亞的高波 頭錘點後給福仔尼射球 是這樣的 但是車路士 是有足夠的防守球員遮擋這次的射門 之後萬聯的主攻 都是那個問題 沒有人拉邊 兩隻翼 馬斯亞福仔 同樣都是夾到中間 或者塞在左邊 右邊沒有人的 75分鐘 車路士盡快完結攻勢的 執行能力持續 一下子就是斬個球 上禁區頂 反過來 夏薩特認上來 去禁區裏面就射球 那個過程是5秒就完成了 之後 萬聯就由一對球 變成兩對球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 前面有前面踢 後面有後面手 就完全是沒有體能的表現 我們踢開球就知道了 大家沒有氣了 後面的就不敢上去 而上面的也不會回來防守 萬聯的反擊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盧卡古今天整場賽事 其實都是站得比較前的 很少回來做假狗 在中圈那裡 是幫手頂些球 回頭 是幫球隊做一些攻勢的開始 他今天都是欠缺和隊友的配搭 很多時候都是孤軍作戰 之後再加上連加特上來 其實都是沒有什麼分別 依然無法主攻的理由 都是球員在中間 在左邊 而馬達沒有進入到 今場賽事的大名單 也是今場賽事其中一個敗北 結果令到萬聯都是沒有主攻力 去到最後 最有看頭的射門 都是福仔的遠射和罰球 你會發現這一場賽事是違反了足球理論 為什麼兩個進攻點的進攻 還比三個進攻點銳利 明顯就是大家的體能水平有距離 那就不用講足球理論 球隊根本就沒有辦法執行到 摩連盧的針對性部署 雖然摩連盧對於足球理論的了解 是有一定的程度 但是這個環境上面 神仙都難變了 車路士今天的後防線 沒什麼出事 其中一個可能性是 萬聯都根本沒有什麼體能去攻他們 你看MK仔 簡直可以說隱形的 超級連結人隱形 沒什麼好講 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可能是車路士 沒有用到爆炸頭大衛雷斯 大衛雷斯是有來看球的 希望不會因為這次沒有政選 就和干地的關係惡化了 不過說到關係惡化 都是不夠摩連盧和干地那種情況 去到這麼糟糕的了 這一個意大利的教練 干地根本贏完 就沒有想過和摩連盧握手 相信都是上次 摩連盧的言論 就是干地你在聯賽贏這麼多分 不需要慶祝得這麼過分 這麼激動了吧 那這下當然是激怒了干地 所以干地一完了比賽 就立刻入草地了 不和摩連盧握手了 今天演出非常之出色 在草上面飛來飛去的簡敵 相信就因為傷完之後 休息了一段時間 在體能上就不錯 但是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一復出 就立刻能夠重拾比賽的節奏 就很誇張 你看看對比這個菲蘭里 是完全兩回事來的 這個可能真是球員本身能力的問題 而反觀了 摩連盧其實今年也有時候要踢這些高速來回球 但是沒有收購到一個體力型的球員 類似簡敵這些人 那就是說 現在就發現摩連盧在夏天 其中一個大筆 就是沒有買box to box的球員 其實車路士這對球都頗累的 上一年都是這樣踢高速來回球的 但是曼聯更疲倦 那這樣就顯示了曼聯其實是受不住摩連盧的地獄式訓練 或者這一種高度壓迫力的比賽 之前在封煙直播節目的時間 我跟Larry哥講過 他們的體能情況已經好像去到三四月這樣 但是現在連聖誕節都未到 那英超球隊是沒有喘息的時間的 有聖誕快車要打 到時怎樣算呢 那現在還要落後於萬成八分 英超未開始的時候 我都講過曼聯要在整個賽季裏面 體能很好 以及沒有人受傷的情況 才有機會在分數上貼近這個萬成的 但是現在他們最大的殺雀體能都沒有了 實力上面就已經反映了在聯賽的積分榜上面 有沒有辦法收窄這個距離呢 辦法就是曼聯的體能突然之間好起來 而萬成的體能又突然之間差下去 你說有沒有可能呢 我一早就說了 聯賽裏面有一隊球 是能夠踢主攻保持體能的話 而你是要踢高速來回球的話 你是很難拿到聯賽冠軍的嘛 所以唯有現在萬聯就是要寄望突然之間 懂得踢主攻啦 主攻可以保持體能的嘛 也就是說去到一月真的要買六頁球員了 還要在同一個時間 盧卡古、普巴、福仔這些球員的整體意識 大幅度提升才行 事實上真是非常之困難的了 現在正在發生的現實 就已經開始越來越像我季前所講的預測 萬聯其實真的有太多隱藏的問題 令到今年他們的英超希望是非常之細的 好 多謝大家收聽就是車號士對萬聯的蔡侯平 記住啦 這個月唯一一次的網聚 將會發生在18號星期六八點鐘 有個早場的賽事 倫敦打給阿仙奴對熱癡 我會現場為大家評述和分析 希望到時大家會出席這一次的活動 如果大家想出席的話 可以看看這條片下面的活動詳情 會有教大家怎樣去參加的了 亦都可以去我們的Facebook Group Fever Hong Kong 裏面都有個post 是教大家怎樣參與這次的活動的 好了 明天是會講回其餘的比賽 例如西甲、德甲、義甲 大家等一等吧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鼓勵小弟也可以看我的影片 之前有個YouTube 插廣告進去的話 你全部播完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終於是差不多了 拜拜